它就是像有花火的那樣 對對對 各種各種系統都有 這是海月 海月 海月水母 海月水母 超大隻的 嚇死人 OMG 海月水母 終於到了 我們開了300多公里 終於到了 這是屏東 今天是來到了果凍魚生技公司 要很感謝老闆讓我們這樣攝影 好 這樣我們現在出去了 這是我們的老闆 沒有沒有 魚董 場主 對 你看你這邊都在養什麼東西啊 這邊最主要就是養海馬 海馬 就是觀賞的跟藥用的 觀賞跟藥用的 實用的 海馬 通常海馬都是用在什麼 哪樣的方面讓人家吃的 就是一般的話是泡酒 泡酒 燉中藥的時候會加熱 以中藥為主 對對對 要把它曬乾這樣子 要把它曬成乾加下去進土 進土 就是用中藥下去 好煮這樣子 那通常都是會 吃了會讓人家會 有什麼功效嗎 一般剛吃的時候 它因為它會有 就是像有 它有抗氧化的能力 抗氧化 然後但是你第一次吃的時候 可能會有興奮 興奮 然後就會睡不著 就是心 那個心血管會 那個心臟會加速 聽說最主要就是有 補腎壯的功效 這個我是不太了解 但是它對於 那個泌尿系統的話 那個膀胱無力很有效 膀胱無力很有效 膀胱無力很有效啊 就是我們也不能在這邊強調 說它有沒有效 只是說 確實本島岡幕裡面有記載說 海馬的藥效是很多的 那並不是我們這樣說無數 真的是本島岡幕裡面有記載 有記載的 對對對 這個以澳洲的鴻腹海馬為主 因為它 船長速度比較快 你大概可以拍一下說 那個海馬 澳洲的 澳洲鴻腹海馬 鴻腹海馬 對對對 等一下拍到嗎 它最大它可以大到30公分 哇 最大可以到30公分 嗯 大隻捏 這一群啊 都是啊 所以拿起來 大概有多大 很大 一整群 很重 很重 應該很少人看過這樣子 對 要少啦 大部分就是 那這邊的話 因為 海馬北看它會吃幼仔 要很早期來撈那個海馬 海馬小 那個它的寶寶 不然會被大隻的吃掉 對 它一般的話 我們會以少量的鋼子下去 嗯 就是 數量少 然後同時大一點的 密度不要那麼高 這樣子 作為 不要作為 海馬繁殖的 的 吹槽 OK 這樣子它才會說 早上我們如果 晚一點起來的話 它可能就不會吃 都都吃光了 太密集了 對對對 因為你看 你如果一直養了一五百隻 它一天才生一百多隻 那就五百隻去吃 那一百多隻 一起來就吃光了 對都沒了 你看它這一池很大喔 裡面海馬其實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對 那現在因為我們有 分一些 養殖業者 也去養海馬的養殖業者 做 做合作 就是他們把它養大之後 再把那個 大隻海馬曬成乾 或者是賣給我 要是讓它自己賣都可以 嗯 然後我這邊就是戳苗 因為我 最主要就是養蟲馬 然後讓它生蟲 OK 然後交給其他的業者 去把它養大 那觀眾剛剛很好奇就是 海馬要怎麼分公母 那其實很簡單啊 公的就是 因為看了其實都長得很像 對 一般都分不太出來 對 像 像這兩隻都是母的 因為它沒有帶子 它沒有帶子 哦 沒有帶子的是母的 母的 母的會產卵吧 產在 這邊有一個交接器 母的會有 會有軟的時候會突出來 它會把交接器 放在公的帶子裡面 我在拿另外 公的帶小孩 對 公的帶小孩 我抓 抓一個 像這隻就是公的 它有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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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然後母的它 要交接的時候 它就會把他放在公的帶口那邊 把軟 積進去 之後它就會 帶子就會有幼 這隻的話 就有 有幼仔 有幼仔 有黑黑的有沒有 黑黑的 黑黑的 對對對 對對對 哇 這是一般外面真的看不到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 三線桶去養 大概二十對左右 二十對 就是一對一對 對對 你看這邊就有生了 我看你 在獄 剛剛出生的 剛剛出生的 你看 出生的 好小吃 你看 我這樣來 它就沒有吃掉 好小吃 所以你看這個大的桶子 是 對於 對於小阿嬤存活下來 會比較有幫助 就是密度不要太高 密度太高就會 就會不好 你看看喔 這個東西 那這種 因為這種海馬 比較少人養的原因 是因為它 比較低溫 喔 水溫要低 這種海馬水溫要比較低 如果太高的話 它就會熱死掉 跟我們一般在那個水素館看的 熱死比較不一樣 其實海馬大概都要在二十六度 嗯 只是這個要大概二十 特別低溫一點 二十五度以下 大概二十度左右 這種要比較低溫 它養得活 對 這個 這個生出來就比較大 它抱軟期比較長 嗯 一般我們在水素館買到那個巴西啊 或者是 台灣的庫達 它 大概大概 體型沒有這麼大 沒有這麼大 但是它的 暴載大概十五天 它十五天會生一次 十五天生一次 它有可能就是早上 生了 但是晚上又懷孕 晚上又懷孕 喔很快耶 對 所以 所以說 這個大肚它抱軟期會比較長 大概一個月 這邊還有一個最近很夯的 水母 你看 超多 嗯 各種看 各種水母都有 這個就是海月 海月 海月水母 水母通常都這麼繁殖啦 就是會不會是公母這樣交配什麼的 一般的話 水母的話 它有分公的跟母的沒有錯 但是一般 剛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分辨說公的跟母的 我一開始沒有辦法分辨公的 它性成熟 OK 它性成熟之後就會 它的 生殖槍那邊 就會 微微的淡藍色 喔 生殖槍會微微的淡藍色 淡藍色這個是母 母的 OK 嗯 對 我搞錯了 搞錯 生殖槍淡藍色真的是公的 然後 乳白色的話是母 乳白色是母 然後它要到一定的大小之後 成熟的時候 才會分辨不然 嗯 那一般水母 生出來的只是 浮浪幼蟲 它並不是水母 浮浪幼蟲 對 浮浪幼蟲 那有浮浪幼蟲 就是會慢慢變成那個 水吸體 所以不是一生出來就是水母的喔 是浮浪幼蟲變水吸體 對 那因為那個水吸體 它要變成水母 要有一定的那個溫度去控制 定的溫度 它如果沒有去控制它的溫度 它不會分裂跟水母 所以你可能在那邊養一輩子 它也是水吸 它用溫度控制 它有辦法像你下一代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那個水吸 它如果沒有分裂水母的話 它會橫向分裂 就是會水吸分裂水吸 它不需要再靠水母來分裂它 生產它 它可以水吸分裂水吸 喔水吸分裂水吸 就不用再水母去靠它水母那種層體 去做分裂出來 對 因為它這個叫做無性世代 無性世代 就是沒有公母的 它自己就能夠管理 就叫無性世代 喔對 然後有水母的話 一公一母的話 它有性世代 有性世代 有兩者是都可以的 它兩個生產方式都可以 喔所以有性無性生產方式都是OK的 對 這很奇特 那水母的話 在大自然當中 它是水母 是所有這些生物的耳料 很多東西都要吃它 在大自然裡面 它就是很重要的基礎耳料 像 據我所知就是 海龜很愛吃水母 對 海龜吃水母 還有翻車魚 喔翻車魚 對還有我們 逢年過去都要吃的白昌魚 喔白昌魚 白昌魚愛吃水母 欸這我真的不知道 它最主要的食物就是水母 最主要食物水母 哇 我這第一次聽錯真的 對對對 所以水母 養殖水母來養海昌魚 會有很大的利益 哇這水母也是食物漆啊 不僅讓我們觀賞 也是很多魚類的食物 對 那像這顆是海蛇 我們一般 在吃的那個海蛇 可能就是這種水母做的 喔這是我們吃的海蛇 就是這種水母 對對對 那海蛇水母 海蛇水母 那在觀賞界的話 我們都會叫它 稱它為 火箭水母 火箭水母 觀賞一種稱火箭 拖了一條很長的火焰 但我們會去看 成年的那個海蛇 所以這樣還是算很小隻的 這樣才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這樣蠻大隻的 嘿嘿嘿 那這個就是海蛇的寶寶 海蛇的寶寶 海蛇的寶寶 這個大概一個星期的 喔這一個星期啊 不幸會長成這樣子 不然我看你都是 這數量有點輕人 密集恐慮這個可能會怕 那這種咧 一樣都是海蛇 對因為 現在 比較 一般人要養水母的話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養海蛇 因為 海蛇比較好入門 對不對 對要入門 入門款啦 就是要以這個來去 去繁殖 這個來 對消費者去養這種海蛇的話 它比較簡單 而且 溫度高的話 它也不怕 因為像海蛇水母的話 它必須要在24度以下 它溫度太高的話 它也不會讓你做 喔所以新手 如果想要養水母的話 就建議就是這種海月水母 比較好入門啊 對 要不會有這種挫折感 對 像我就是這樣 我也喜歡養東西 但我很容易都有挫折感 養死什麼的 對 那我們現在去看那個 那個 那顆成年的海蛇 它有想想看 OK 它怎麼叫火箭 成年的 這個就是火箭 這是海蛇 海蛇 它的成年 我們吃的那種嗎 對對對 尾巴你看 它就是像有一巴火的那樣 喔很漂亮 對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吃的海蛇 整隻都可以吃 整隻都可以吃 從頭到尾 很不浪費 非常好 但是要先去做脫水這個東西 脫水 用高 就是飽和的鹽水去 去 把它脫水 就像醃漬這樣子 對對對 把它脫水 然後它就會水分排掉之後 就剩下皮 剩下皮 那就是這種海蛇 因為它的皮 比較厚 所以才能做成我們現在在使用的海蛇皮 比較有口感 對對對 像裡面那個海月 剛剛拍的那個海月 太薄了 它把它曬成乾 就像比那個紙還要薄 沒有辦法使用 沒有辦法使用 那這個曬成乾之後 它就會 皮會比較厚 然後有嚼勁 喔 就比較厚一點 比較有嚼勁 吃起來比較爽口 欸像鋼這樣看下來 爛 怎麼都是這種 比較特殊的鋼子啊 喔 那個養水母就是 怕 你進去的水 它一定會懂 很同樣的排出來 嗯 所以我們要去 將那個水母隔絕在 那個 外面 一定要在那個 我們限定的範圍裡面 嗯 所以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它可能會被馬達 吸去 它會黏住 喔 水母很容易被馬達這樣吸進去 就死掉 對對對 我們就要一個 衝孔板 就是要很多孔洞的那個 板子 去做隔絕 因為你動越多的話 你所排出去的 水的那個 不會這麼集中 就不會那麼強 嗯 所以那個孔洞越多越小 那對養水母來說 就是很好的一個鋼 所以新手也是要用這種鋼子去養水母嗎 對 它個 這種鋼子在 一般我們在 網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喔 水母專用的鋼子 對對對 你只要打水母鋼的話 一般都會有鋼子 就不能像我們一般那種 養的那種 淡水那種小魚啊 鎮鎮方方鋼子 可是不適合水母的喔 水母都會死掉 還有那個水母怕空氣 喔水母怕空氣 它怕那個氣泡 喔所以不能打氣 打氣的話 它如果 它的卸直槍 生直槍 嗯 就是 好東西進去的話 它自己排不出來的話 它那個地方就會爛掉 喔 所以 水母是不能打空氣的 你要打空氣提中 那一般的過濾還是要的 對 那你一般我們養水母的話 你在打空氣可以 但是不要直接在水母缸裡面打空氣 你可能就是 那個板子隔開了另外一面 去打空氣 對 就有點像鋼中鋼的概念 對 對 哇 這是 沒養過水母真的都不會吃到這個 今天這是大開迎接 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種 會吃水母的水母 會吃水母的水母 對 這個就有戲了這個 我們這邊看 會吃水母的水母 互相殘殺概念 這種 噢這個虛好長啊 叫做大西洋海刺 大西洋海刺 那這個海月是要給它吃的 但是他們最近 為什麼不吃分就沒有吃它 這一隻 這一隻是 現在在觀眾最想看 就是可以吃了 黃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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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顆類的 這是小吃的那種 只如果你在賣 你都牛在一起的那種 OK 群油 就跟那個牛感是同類的 對對對對 這邊也有扭桿 哇 也有扭桿啊 哇 速度很快 應該看拍照 因為水有點濁 水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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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龍膽龍虎班 喔 金木鱸 好大隻 喔 嚇死人 這龍膽 來 金木鱸 哇 這麼大隻 它有那個很像什麼 鷹哥類的嗎 沒有 那個是 重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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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喔 好肥喔 這個 今年看會不會傳輪 哇 這也是在傳輪 對對對 老闆真的很厲害 那這邊是南瓜 南瓜 哇 小型一點 小型一點 這就是 哇 哇 哇 這一次 在這 哇 好漂亮 你看 它變色 真的很漂亮 這也是實用的嗎 對 實用跟觀賞 實用跟觀賞 因為它火的時候 小吃 就1000 這麼小吃到1500塊 大的話 這麼大就大概4-5000塊 喔 高級魚種 對 像這種台灣那種海邊釣得到嗎 這種 到澎湖那邊 台灣海域也有很少 很少 那這個已經有人在人工養著 這個是從澎湖那邊 剛剛有抓到的時候 一次是1500塊 然後買的 所以台灣一般市面上是刺不太到 對 刺不太到 那比較高級的魚種 刺不太到 馬斯均的話 也蠻左的 大家猜猜猜看裡面 猜一下裡面有什麼 誇張喔 老闆 老闆現在要開始 餵食秀了 來 你看一下 OMG 這是什麼情況 生魚片 常吃的 海粒 通常要坐船出去 不要容易釣到 吃鐵板 喔 所以 外面有很多 外面這一池 也會有 這種海粒 其實我最期待的就是 釣這個海粒 海粒 你線過去的外面斷 秒斷 我剛開頭有說 秒斷 就是海粒 外面的應該更大的 像這種大條 大概幾斤 這個我 真的好像 八斤 八斤左右 八斤左右 這種大條 又有八斤 好 誇張喔 我今天把那種 釣魚人在海邊 看到這種情況 我這使命的丟就對了 但在室內 看到這種情況 這個很興奮 那我們去看看 我們等一下要 釣魚的地方 先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釣魚的地方 來 哇 第一池很大啊 不小啊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這樣 往下 現在就想這樣 哈哈哈哈 走仰了 好 趕快的準備釣魚 趕快下竿了 觀眾就想看了 應該是 種大魚啊 想看我斷竿嗎 OK 來準備 OK 準備好了 上工啦 準備 特大樓 要計掉 我今天 我今天是用 欸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跟你講 1.5號竿 1.5號竿 1.5號竿掉了 沒想到有海力 怕0號竿應該撐不住 OK Let's go OK 現在竿子煮好了 裝備都準備好了 開始釣啦 老闆剛剛給我們一個 必殺了 他們的飼料 看你這樣狗飼料 先來 雜點幼兒 丟個兩三顆 我今天用那個 我平常釣白蝦都要用的鉤子 青霧溝 欸 青霧溝10號 OK 原則上他們都是吃水錶啦 水錶比較多 因為他們習慣就是 幼兒 那個什麼 飼料丟下去 都是浮在水面 你先讓它關機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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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換你的手機來錄好不好 很錄狠的 啊 啊 不行了 啊 斷線 啊 斷掉了 哇 那個力道太大了 太誇張了 斷了 哇 不行不行 哇 被強奸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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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爆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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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超有拉力的 噢 噢 噢 不行不行 我要吹下去了 噢 動作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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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到時鐘了 远不回來 完蛋 不操不操 斷掉 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 不行 拉不起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要換更粗的給西了 OK來換裝備 真的拉不起來 不是我沒有開玩笑的拉不起來 好 好 好了 structures 然後 照準 幹嘛 賣 - 起刀喔? - 起刀啊? 唉唷,給我找一個 來,來,來 - 弄一點啦! - 好說蠻短的啦 來,來,來 - 拍一下這個角 - 拍一下 今天解构好了 我想要抱起來拍 太長了 這10幾斤 哇 超大隻 來看一下特寫的海力 它有辦法抓嗎 哇 大海力 幫我拍個照好不好 你抓過去 好我抓我抓 來拍拍拍 你拍喔 繼續拍 OK我現在要上進去了 超大隻的 嚇死人 等下人生的人之後會越來越多 來 好扯 好扯 難怪我剛剛會 好大隻喔 超誇張的 超誇張的 剛剛 因為從這邊掉進去 因為它夠大隻 然後進去可以翻隻 沒有用那個按拋缸或GT缸 拉不起來 等一下海力釣到 它全部抓到裡面去 它全部抓到裡面去 要讓它伸 那個都暴軟 暴軟喔 剛剛那隻就暴軟了 我現在好喘 真的快喘到不喘 哇 感謝老闆招待 蝦子 還有海水無鍋魚 然後很好吃的海水無鍋魚 現在再烤 等等 來來來來 一人一隻 哇 一人一隻 一人一隻 烤太乾了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叫什麼 嗯 好好吃耶 超好吃的 跟一般無鍋魚不一樣 真的 真心好吃